想定吉祥年菜 手腳要快 除夕圍爐想吃這家知名江浙餐廳限量招牌菜 只剩今明兩天可搶定 象徵起家的砂鍋白菜火腿雞湯 價格不貴 是最熱銷的湯品 這個雞湯裡面的母雞膏湯 和這個湯底的部分 是用老母雞 新華火腿 瘦肉 燉出過它做湯的基底 然後再來煮雞 那雞湯裡面的內容物 它還有放一些火腿和乾貝 選用兩斤半的土雞加老母雞湯燉兩小時 乾貝和火腿的鮮味融入湯汁裡 鮮美濃白 同樣有吉祥意義的紹興醉雞 選用防土雞 以紹興酒醬汁浸泡入味 熟度剛好的雞皮靜音劈透 吸飽酒香的雞肉嫩甜不柴 顏色比東坡肉更討喜的俘乳肉 幫你吃來豬式大吉 花肉必須要蒸熟 完了以後和它的醬料 就是南乳和紅糟豆腐 紹興酒和糖混合以後拿去蒸 肉質肥瘦均勻 口感Q嫩 搭配鹹香帶甜的醬汁食材很下飯 另外原本是預約的手工菜 八寶鴨也可外帶 屈骨架的鴨帶塞入糯米、栗子、豬肚、肉丁等 內餡飽滿米Q肉香 還有江澤人最愛的煙心大黃魚 以米、茶、糖、薰智 色澤漂亮、魚肉甘甜清香 這些年菜數量有限 都得把握時機搶進 動新聞台北報導